应该说呀 台湾地区呢 是美国最大的军火的购买的地区之一了 让美国的军火商呢 赚得盆满钵满 那么如果按照商业的规律呢 这样一个大客户呢 美国自然要给予最高的领域 最快的发货等等 提供最完善的服务 但是我们看到呢 美国出售给台湾的各种武器都出现了这种延迟交货的现象 说白了 只收钱不发货 已经成了美国对台军售的一个非常常见的这样一种做法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呢 完全违背了市场规律 出现这种倒挂的情况呢 显然一方面呢 确实美国现有的这样的一个武器装备的生产 研发 改进 升级等等 跟不上相应对外提供军火的一个速度 台湾是这个美国军火出售的次外围 它并不是主要的 尤其当下因应着俄乌局势的变化等等 美国需要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军火呀 数量也比较大 台湾呢 是属于呢 次要的位置 再有一个呢 因为民进党当局啊 不断的准备依美谋独啊 就是一边倒的倒向美国 把这个谋求台独的一线希望完全压保在美国身上 所以对美国言听计从 那么这样的话 美国当然就会呢 把台湾吃干榨净 既然你有求于我 我收了你的钱 早点发货 晚点发货 卖给你什么样的武器 卖给多少 就完全由美国说了算 台湾在这个层面是没有任何跟美国讨价还价的空间的 也就是说 你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客户 而只是我利用的一个棋子 你又完全的依附于我的情况下 当然就变成了卖家的一家独大 那么当然了 还有一层因素呢 就是呢 目前呢 美国希望呢 利用台湾达到以台制华的目的 把台湾打造成这样一个豪猪 所以呢 美国在这个军火销售上呢 对于一些高精尖的武器 往往呢 觉得台湾暂时并不需要 而更多的是怎么样能够让台湾民众呢 当这个肉盾 当这个炮灰 更多的美国看中的是台湾什么呢 并不是说台湾需要的武器 而是台湾能够给美国提供的利益 比如像台积电等等高科技企业 给美国带来丰厚的收益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啊 美国其实在对台军手方面 虽然看似是一个这样一个市场经济的行为 但是一方面 它违背了中美之间的这样一个中国的原则 同时呢 也违背了中美之间三个联合公报 特别是817公报当中 对台出售武器的相关的美方的承诺 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 它也把台湾陷入到一种危险之中 而对于一个呀 任由美国摆布完全依附于美国的台湾 自然在销售军火层面 美国当然要按照自己的步调和节奏形式了 那么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